真的太渺小了 你一天所闻的法律 超过我们大藏经 不晓得是千倍万倍 你说那个地方的人 学习的进度就快了 所以我们在尽忠今天仔细观察 往生到西方世界成佛快 大方世界成佛要三大神七戒 要五两戒 西方世界我们仔细算算了 也不会是三戒四戒 就成就了 原来人家是这样学习的 他有本事清静一切祝福 我作佛师 所有众生生活过者 远离分别 诸根寂静 若不决定臣等证觉 臣大涅槃者 不屈证愁 这一元也是阿弥陀佛给我们开除 保证成佛的保证书 这保证书这文字 这一元就很重要了 所有众生 我们看到这个字样 就包括字极在其中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原理分别 这是戒功定 戒里面有定 诸根极尽 这是定里面有戒 由此可知 西方世界 戒定会是渊柔的 一级是三 三级是一 随便说哪一个 一定还是其他的年度 云修云阵啊 前面说过 并共诸佛 而得佛的智慧 所以修学没有业法不远 一切诸佛本来极尽 现在我们的感触 是很不及近的 实在讲 本来是极尽的 现在呢 现在还是极尽的 如果要不是极尽的 为什么 祝佛如来 见到的是极尽相吗 我们见不到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障碍 不是在境界上 是我们本身 出了毛病 有了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本身的心动 这心一动啊 所有一切法都对立了 由生由命 由来由去 由是由非 心动了以后啊 就产生这一些现象 这一些现象 是本来没有的 像马明菩萨 在七星论里面 告诉我们 本就本有啊 不就本无啊 本来没有啊 这就是所谓的 一念不绝而有无名 无名就是动向 就不激进 与信德相悲 相违背 在一真境界里面 真实境界里面 非有非无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要用我们的话来说 诸根寂静 远离 吃安分别 说佛人 无量节点 修行 修什么呢 就是 修行